扣掉我這個退回跟我的那個呆帳 之後我的現金收回是三萬六帖 對 全部都收回 對 最後看一下呢 在中民公司在現金銷貨折扣被抵呆帳 好 那再來呢 因為年底的時候 那個這一段時間是銀行是跟周分路 那年底的時候它還了 好 不是年底 1月底的時候它還了 好 那大家我就聽一下 如果你前面是寫被抵呆帳的 設定應收擔保的話 你這個分路還是要這樣寫 科目還是要寫設定擔保 所以我用不同的顏色去顯示出來 如果你前面是有做了那個黑色 跟支付寫的分路的話 你這邊就寫設定擔保的應收擔保 好 現在月底的時候呢 我要把我的那個跟銀行之間的 付在我的新廠玩啊 所以呢 我就要把 我欠銀行的還有什麼 應付票據 我的應付票據呢 我全部欠它的是21萬嘛 一開始欠21萬 然後21萬呢 在這邊 我前面這裡是 這裡是個還了15萬 所以我剩下6萬 好 所以我的應付票據就要還6萬 6萬之外呢 我還要什麼 要還一個月的利息 好 所以利息費用 剩6萬利率是1%的話呢 月利率1%更是600 所以我要還給銀行呢 現金是6萬連600 帶銀行呢 就是收到現金6萬連600 然後呢 帶應付 應付 應付票據6萬 帶利息收入6千600這樣子 好 這是利益銀行的 就是最後面寫的 好 完全一樣 大家看懂 好 這是兩方 значит 選進出來了 我看要잖아 選進出來了 選進出來了 好 這邊還有一個位置 我女裏前面還有女的 個本來 那就过了半腔了 所以,那个你们两位先添个 пару 你们两个有年早天记忆 一定要两个人坐在一起 好,今天有个位置 下课都是病人 我們下課該搬椅子,就要去搬椅子了 現在是沒有移動很大,趕快過來坐 好 好 好,我們之前去其他的西所拍院導師會議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老師在講很苦惱說 同學上課好喝醉啦,或是同學上課遲到了 但是有個老師講說 他上課的方式是如果知道這個上課五分鐘 還是十分鐘之後啦,我們一路忘了 反正他就把門鎖起來了 好,所有渠道的方式也不能接觸 好,那我就想說,那我如果不是這個 我想要拜你的閒西兩目 所以我們就不能那麼一點一刻 所以呢,我是想說,我們去做這種事情 就是我不想這樣做,因為我想說 南米有時候會有一點點閃失 那我們這個閃失也不用太嚴重的接探戴 所以我就沒有想說,管我這樣做 然後另外呢,六天給我講,同學老師講說 同學上課十月 好,來,謝謝 沒有,沒有 好,吃早餐,我想說 沒有,不讓他吃早餐,精神不好 精神不好,水糖降低就會中微小睡覺 這樣子,對同學上課,本來是不利的 所以,我也不願意,我也不信 他們在講這些,分享這些經驗的時候 那我心裡想說,大概不會這樣做 就會想說,這樣子 謝謝,不利於同學的學習 好,那其實,我也都幫同學想 謝謝人動,總是難免 可是接下來想說,不要讓他變得吃的常態 好,好 那我們看完十必發之後 我們檔派,可以播了 我們來看一下移轉 好,那我英雄贈款移轉的時候呢 剛剛是講設定,我去擔保 這個擔保,我的所有權並沒有移轉 那我們現在要談一種,如果有移轉的情形 譬如說,英雄贈款如果移轉的話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像這種剛剛講的設定擔保 它是沒有移轉的 它沒有移轉 好,換言之,我們要這樣子講 應該整個從前面來開始講 我的 應修賬款呢,其實 我在還沒有看到前之前 有兩種的情形發生 也就是說我的移轉 好,這兩種呢 這移轉呢,有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什麼? 設定擔保 但是這個設定擔保呢 它並沒有實質的移轉 沒有實質的移轉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例子 剛剛那個例子其實 它去跟低銀行設定底壓 但是收款的它是中銘 那當然我們剛剛也講了 它可以什麼?設定之後呢 告訴它的那個中山公司說 以後你的債 你的錢就直接還給低銀行 所以收款也是低銀行 但是這樣子就算收款也是低銀行 中銘公司並不能說 從此以後中山公司 付不付錢跟它無關 因為它並沒有把它真正的移轉 好,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種是設定擔保 設定擔保一般來講是沒有真的移轉 那再一種是真的出售 出售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把東西 我把運收帳牌 我把這個權利賣給你了 到時候收不收得到錢 那是你家的錢 好,這種就是什麼? 綁風險 好,綁風險 那報酬是沒有啦 當然報酬可能指你的運收帳牌 有設定利率的話 它才有報酬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設定利率 所以一般來講運收帳牌是沒有設定的嘛 除非說你是借錢買的 要不然我說運收帳牌 基本上運收帳牌、運收票據 都是什麼?流動 都是什麼? 營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 那這種營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 基本上因為是短期 所以它不會有利率的存在 所以它基本上是沒有報酬的 所以基本上它是產生的是風險 風險的意思是說 關於債務人不募款的時候 那是什麼? 那跟我們的移轉也沒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出售 好,那所以呢 我們的移轉有兩種 這個是真正的移轉 因為有把風險移轉出去 好,那這個是沒有真正的移轉 因為什麼?風險還是什麼? 還是原來的債權的 債權人的手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如果你出售 好,那出售就比較簡單啊 現在是賣斷了 賣斷了,意思就是賣斷了 到時候債務人或付款 就跟它沒有關係 這種就是什麼?叫做出售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好,那一般呢 我們的那個出售呢 其實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就是什麼? 我把另一雙賬款賣給所謂的客賬代理商 另外一種是所謂證券化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講說 像你要買這個101大樓 你覺得101大樓未來一定是行情看好 這是全台灣的地標 所以每個外國人 所謂觀光客來 一個一定要去看101大樓 所以你覺得101大樓 未來的收益會很好 因為就是租金 我只要賺那個租金啊 或者是觀景台的收入就很夠了 那些101大樓你不能買不起啊 所以它就是這麼 就這個101大樓呢 它就會把它證券化 證券就是我用一個相機金的方式 一個單位、一個單位賣給你 那你就是到時候你的報酬是什麼? 就是那個101大樓的收益 它分給債券持有本 好,這是一種證券化的意思 那正確的話 也不在我們今天探討的範圍 我們探討的是 如果你是真正出售 好,你是賣給客商代理商 這199頁呢 就告訴你 出售跟單保健康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其實最最大的不同 就是風險的問題 好,如果你風險有整個移轉出去 那就是怎麼出售 如果你沒有移轉出去 它就只能視為單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施力9 好,當然你單保呢 因為基本上單保之後呢 它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 還是有另外一種處理方式 是我設定單保 那我們剛才是你開了票據 像這個例子 我們這裡開了票據 才是應付票據 那如果沒有開票 好,我們叫應收帳款的移轉付債 好,所以看一下施力9 用施力9的例子來解釋它 好,那輕易公司呢 在超5年8月1號 將密收帳款30萬 移轉給客帳代理商 那手續費是這個帳款的3% 好,另外保留10%的帳款 作為扣底呆帳 跟銷貨折扣退回責讓 那客帳代理商呢 8月份跟9月份 你用收到的金額是268,000 一共收到268,000 然後發生銷貨折扣4,000 退回1萬8 然後1萬塊是確定無法收回 那9月底將帳款清單呢 交給信義公司 然後呢做節傾的動作 好,這個例子裡面呢 第一個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帳款收款的是誰? 客帳代理商 好,那 那當然他借他的錢呢 是30萬 好,因為客帳代理商呢 借給他是30萬 他收的手續費是3% 好,當然呢 這30萬裡面 他還要預留萬一 你發現銷貨退回 那其實表示什麼? 表示你這個30萬的債權 並沒有100%產生 好,所以他就保留了3% 那10%就是3萬塊 好,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他做這個移轉的時候 好,提供的3種情形 好,第一種情形 好,第一種情形呢 是 他是什麼? 把他沒有追所權 視為出售 那第二個呢 是他負有 他呢 負有承擔在買回預期應收帳款的 有限追所權 好,也就是說呢 他只是買回預期 就是超過 超過該環的時間 還有六環的應收帳款 他有什麼? 有在買回來的一個義務 他假設這個義務呢 就是那個追所權負債呢 有一萬塊 好,然後呢 是沒有保留他的控制 所以他意思是說 他是把沒有完全移轉 他說為移轉或保留所有權的 幾乎全部的風險跟報酬 沒有他全部啦 好,所以呢 他就有這個存在 那第三種呢 他視為什麼? 視為單保 好,是保留了所有的風險跟報酬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 第一個情形 假設出售 比較單純是出售 好,出售呢 我呢 譬如說我就拿到現金是多少 好,當我是出售 我30萬 然後呢 我扣,我30萬全部都賣掉 可是我保留百分之十萬一 發生銷貨退回 銷貨退回折讓折扣的話 或者是賬款就不回來 應該是只有 他這個應該是保留百分之十是發生 銷貨折扣折讓而已啦 然後呢 這個,所以他的三萬塊就是 三十萬是 算應修賬款就27萬賣掉 而且呢 他那個收的手續費 就是應修賬款 對於這個應修賬款是有人來講 他是出售應修賬款的損失 所以呢 他的金額是怎麼算 是賬款的百分之三 這個已經告訴你了 手續費為賬款的百分之三 好 所以呢 我們這是什麼 百分之三是九千啊 好,所以第一種情形的話呢 我拿到現金 這要先扣掉什麼 扣掉我的應修賬款 這應修賬款呢 我會跟誰收的? 課賬代理商 為什麼是課賬代理商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由課賬代理商呢 負責收款 然後保留百分之十 萬一發生銷貨退回 責讓、責扣 那萬一沒有的話呢 課賬代理商就不會入款了 好,意思是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有什麼? 應修賬款的出售損失 好,出售損失 損失的金額呢 好,它那個金額怎麼算呢? 百分之三 所以呢 有九千塊 好 然後呢 我的應修賬款就移轉了嘛 因為它出售 所以我可以把原來的應修賬款 整個充掉 因爲什麼 已經除列了 好 所以應修賬款 三十萬就充掉了 所以呢 我收到的限制是多少? 二十七萬結果 所以二十六萬一千 因爲它出售 最後的結果 不管應修那個債務人有沒有還錢 都跟這個信義公司無關 因爲它就直接把應修賬款抽不掉 因爲它已經出售它了 所以到時候 這個欠它錢 欠信義公司的這個應修賬款的 債務人不付款 跟它也不關 好 所以一個它叫做出售 所以你這個客戶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是出售 所以在我們課本上面 兩百零頁 第一個分數就是 代應修賬款 三十萬就把它充掉了 好 那後面呢 再收到錢呢 是誰收? 就是客帳代理商了 那客帳代理商收到錢的時候 跟信義公司是無關的 我現在站在信義公司喔 好 所以信義公司呢 第一個 我把應收賬款出售的時候 會寫這個分錄 這當中發生什麼信義都跟我無關 它收到錢都沒有關係 但是九月份它告訴我了 九月份它告訴我說呢 我的應收賬款裡面 那個八月、九月 他八、九月可能收到那個應收帳盤代理 在客帳代理商就會跟他講說 那個 你的八月是多少的銷貨折扣、責讓 好 所以呢 當他發生的時候 我是借銷貨折扣 因為他告訴你 銷貨折扣是四千 好 銷貨折讓與退回 退回與責讓 一萬八 所以我的應收賬款 又充掉 好 本來我要跟客帳代理商收的三萬呢 我就沒有那麼多了 因為本來保留的三萬 就是銷貨折扣 會要扣掉的 所以代理商的金額 應收賬款就先扣掉 兩萬兩千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他說了 我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因為我是賣斷了 我們看第一個交易的情況 當他賣斷的時候 我就是賣給你這個金額 我的三萬塊只是保留說 萬一銷貨折回折扣、責讓的時候 去扣折這個地方的 收不到錢 他跟我信義公司為官 因為我是賣斷了 所以我的客帳代理商呢 到九月底他跟他清算的時候 這個分路其實也可以九月份 客帳代理商一次跟他做解情 告訴他說 原來我要付給你的三萬裡面 因為發生了銷貨退回折扣、責讓 一共兩萬兩千 所以最後的結果呢 我再付給你 我可以在九月三少許付 好 我再付給你現金 八千塊 所以原來的客帳代理商的 三萬塊就整個充滿了 這是如果你賣短 我印銷貨款賣短 所以我就做這樣的分路 所以這個 我剛剛講的課本上面是 把銷貨退回折扣、責讓這個 把它在八月、九月份當中做 其實我也可以不用 我等到九月底的時候 課章代理商一次回報給我說 好 你賣給我的三十萬裡面 八千的銷貨折扣、責讓退回是兩萬兩千 七結算就是什麼 我原來保留三萬、扣掉兩萬兩千 就還要必須還給八千塊 因為這是賣短 所以現在課本的兩百零二葉 在九月底的時候 當課章代理商跟它清算的時候 課章代理商要還給新公司八千塊 但我剛剛講說 我也可以把這個分路通通寫在九月底的時候 再做這個分路 那就更清楚了 這邊的三萬 最後我只收到八千 那你說那 他不是說 確定賬款一萬塊收不回來嗎 那跟新益公司沒關係 因為我已經賣短了 受不到錢是 這個課章代理商要自行新手 所以跟他無關 所以他沒有承認 所以這個例子裡面 若是那個課章代理商 他就必須承認呆帳 他就必須承認呆帳 因為這個風險已經移轉到課章代理商裡面了 這樣看懂嗎? 這樣聽懂嗎?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情形是賣斷 好 就賣斷 賣斷呢 我只負責的是 我剛才這個新益公司該負責就是萬一發生的銷貨折扣 退回於責讓 就是新益公司跟人家交易的時候給的條件 或者是他的問題 所以不是課章代理商的問題 那收不到錢是課章代理商的事情 好 就是出售 那第二種情形的是 他有被追索的可能 好 他如果在課本上面 然後被追索的這個負債呢 在當學後評估的這個價值 這個公平價值呢 公平價值有1萬塊 所以你要承認這個負債有1萬塊的負債 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分路 第二個分路裡面呢 你可以對照一下 跟第一個分路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好 我的運收賬款呢 課章代理商3萬塊還是一樣有 在街坊 那也是我出售損失不是9000塊而已 那也是1萬塊 為什麼 因為萬一我被追索的話 好 我有這個義務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代方多了一個什麼 追索權負債1萬塊 所以第二個情況呢 我連我一樣是抽掉我的運收賬款 好 那但是呢 我有被追索 因為我有這個義務 所以我當時候是不是已經 評估我的追索權負債有1萬塊 所以呢 我的出售運收賬款的損失就1萬9 好 那發生小火折扣 則讓退回都一樣 好 那我們發生了1萬塊的那個收不回來啊 所以你可以看 當我這個負債真正產生的時候 我的分路是借追索權負債 但應收賬款的那個課章代理商的金額 我就少了1萬了 本來會有3萬塊對不對 3萬塊裡面 因為我的追索權負債 如果我有這個義務的話 真正發生我的 要跟課章代理商收的錢就沒那麼多 所以我先衝掉我 應收賬款 課章代理商 原來的債權三位裡頭先扣了1萬 不止剩下2萬 那最後結果發生的債權的那個 消貨退回折扣責讓呢 有2萬2千 所以我是不是不夠了2千塊 所以最後你要去補給課章代理商 所以你看9月底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個借印收賬款 課章代理商帶現金2千 因為你的課章代理商3萬 印收賬款原來借換有3萬 先扣掉2萬2千的 消貨折扣 然後退回之後剩下8千 但是你又有一個追索權負債的真正發生了 所以你要去扣 因為你風險沒有完全的移轉 你保了一部分的風險 那這風險是1萬塊 所以最後你就不能跟課章代理商收全部3萬塊 所以你必須什麼 必須再倒貼他給他2千塊 因為你欠他的 他整個欠的金額就不只3萬 是3萬2千 這是如果你保了一部分的這個風險存在 那第三種情形的話呢 我是跟課章代理商借了錢 但是我沒有開票 但是我這個事實上還是存在 就我承認這運收帳牌的移轉 就是我承認這個運收帳牌的移轉 就是我承認這個運收帳牌的移轉